猛烈炮急身 现场救护人员四散奔逃 有人直接跳窗躲进一旁的大楼内 也有人不顾自身安危 压低身体保护倒在地上的受伤民众 位于乌克兰东部的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持续遭俄军狂轰猛炸 而南部港口城马利波 俄罗斯坦克大军长驱直入 马利波也面临生死存亡之战 私少超过50天 上万人死于俄军炮口下 敌军不断逼近 但根据乌克兰军方表示 在当地最大钢铁厂内 还有上千名乌军持续抗战 誓死战到最后一刻 马利波坚决不投降西方军援 一批接一批送到乌克兰手上 俄罗斯公事看似被乌军倒下 进退两难 但老谋深算的普丁恐怕还留了一手 世上俄乌开战之际 普丁就祭出包夹战术 在北部的首都基辅和南部黑海沿岸城市都开辟战场 如今围攻基辅显然失败了 但南部战事却颇有斩获 俄军以克里米亚半岛为进攻基地 已经掌控美利托坡尔和赫尔松两座城市 又持续轰炸马利波 不过马利波并非南部战线的终点 一旦俄军掌控奥德萨就等于掌控黑海 不只斩断乌克兰的经济动脉 更掌握全球黑海航运 让乌克兰失去经贸地位 再以黑海为基地向西北城市进攻 少了海运和粮食出口优势 基于现实考量 届时还有多少国家愿意对乌克兰伸出援手 恐怕很难说 黑海保卫战比起首都基辅 普丁的B计划更有实质上的意义 普丁野心如新火燎原 一旦黑海失守 势必冲击全球经贸与政治局势 如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所说的 乌克兰的领土是一寸也不能退让 三里新闻很深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